男人显示出休眠苍蓝图 打开眼前的操控台 将电线分别安在正极和负极 然后将一块特制的芯片插入 随着电机笔的接入 休眠苍里的女神被偷偷唤醒 男人饥渴地注视着朝思暮想的女神 为此她已经等待了整整一年之久 她终于能够在这偌大的飞船上 与女神单独相处于下的90年 原来这艘阿瓦龙号星际飞船 正在自动驶向殖明星球之家2号 飞船的速度达到了光速的50% 而飞船前面的能量防护罩 可以抵抗前进过程中陨石的冲击 使258名船员和5000名乘客 能够在休眠舱里度过这段漫长的旅程 但随后飞船进入了一条密集的小行星带 一块巨石随机撞上了飞船 剧烈碰撞导致飞船内部震动 多个聚变反应堆也受损 虽然系统自动修复了一些故障 但1498休眠舱发生了事故 一个叫吉姆的机械工程师被电脑错误唤醒 全系类智能导游也告诉他 120年的旅程已经结束 他们即将到达殖民行星之家2号 吉姆很是兴奋 畅想待会能遇上什么样的新朋友 但他很快发现船厅空无一人 所以吉姆很快来到城务处 然而这里仍然没有人影 在恐慌中吉姆只能按照提示去船长所在的位置 但船长所在的休眠室 吉姆并没有权限进去 透过窗户望去却发现那面也没有人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整艘船唯一的乘客 之后吉姆又来到了观景台 通过询问他终于得知飞船已经行驶了30年 还有90年才能到达目的地 吉姆被这样的真相震惊了 他很快向地球发送了一条信息 但令他绝望的是 这条消息只有在19年后才能传到地球 至少要等55年才能收到回复 吉姆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但当他经过酒吧时 他发现还有一个酒保 于是他立刻跑了过去 但酒保只是一个叫亚斯的机器人 这段的镜头机位与酒保设定 明显是致敬了库布里克的经典恐怖片闪灵 之后不想坐以待毙的吉姆试图修复休眠舱 却差点把自己憋死在里面 然后他用了很多工具撬开剑桥的舱门 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这让吉姆万分痛苦 但在与酒保亚斯的聊天中 沮丧的吉姆突然得到了启发 所以他决定享受现在活在当下 他立即撬开高级套房 住在里面 然后他开始肆无忌惮地玩乐 享用高级食物 疯狂之后 仍然是巨大的孤独和空虚 绝望的吉姆立刻来到了船外的观光台 广阔的宇宙就在他的面前 安静而又深沉 于是吉姆跳了下来 让自己漂浮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 他想到了自己无助的处境 留下了悲伤的眼泪 在漫天星空中淹没了自己 回到飞船后 吉姆脱下宇航服 试图把自己扔进冰冷的空间之中 但人类生存的本能仍然让吉姆跑回来 他惊慌失措地摔倒了 但他看到了名叫罗拉的女人 这让他感到兴奋 吉姆通过搜索和观看罗拉的信息 得知他是作家 他的一切都让吉姆着迷 于是吉姆开始心生邪念 他想唤醒罗拉 虽然吉姆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决定放弃他邪恶且自私的想法 但可怕的孤独和空虚 最终还是驱使他唤醒了罗拉 看着罗拉慢慢醒来 惊慌失措的吉姆迅速跑回了房间 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之后吉姆假装遇到了罗拉 并告诉了对方 他们将要面对的现实 得知真相的罗拉非常害怕 他拼命想继续睡觉 但吉姆告诉罗拉 休眠舱只能保持休眠 需要特殊设备才能进入休眠 然而罗拉仍然不想放弃 他继续寻找休眠的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 罗拉逐渐放弃了希望 最终接受了现实 无奈之下他也慢慢开始和吉姆相处 两人互相倾诉 吉姆还从谈话中了解到 罗拉不是为了改变环境而重新开始的 他买了往返船票 住在殖明星球一年后再回到地球 然后他会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甚至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 然而残酷的现实破灭了他的梦想 罗拉只能选择即逝行乐 他和吉姆一起武力全开 一起打篮球 他们成了电影院的常客 酒吧里也有他们的欢声笑语 之后罗拉接受了吉姆的邀约 他们正式开始约会 他们的关系不断升温 吉姆还带着罗拉穿上宇航服来到观光台 让他欣赏浩瀚而深邃的宇宙 在解除了自己的磁鞋后 两人又飘向了深空 罗拉也被无尽的浪漫所包围 在那之后他完全爱上了吉姆 然后他们放飞自我 一天吃三顿 开始了没羞没燥的幸福生活 他们在空无一人的餐厅里徘徊 在飞船的瞭望区一起观看耀眼的大脚星 在这壮丽而异常的场景中紧紧相依 在罗拉生日那天 吉姆终于决定向他求婚 然而酒保亚瑟说出了吉姆唤醒罗拉的事实 这让罗拉瞬间崩溃 吉姆的欺骗使他陷入疯狂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爱人是灾难的始作俑者 原本如胶似气的两人转眼就变成了陌生人 然而更可怕的事情正悄然发生 飞行系统出现严重故障 却不能自动修复 但吉姆和罗拉不知道 一个继续悲伤 一个仍然试图祈求原谅 吉姆甚至把一颗小树种进飞船的大厅 这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近大自然的罗拉感到惊喜 但由于系统故障越来越严重 餐厅的机器也开始故障 电梯也卡在了半道上 这时甲板上船长的声音突然从广播中传来 当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时 他们立即赶去告诉了他现状 船长迅速带他们进入操作室 但船长看不到系统中的故障日志 所以他们被分配到技术站手动收集故障数据 由于船长的身体问题 他只能先回去休息 但就在那天晚上 飞船的重力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 所以还在游泳的罗拉随着游泳池里的水漂浮起来 在这个巨大的水球中 罗拉陷入了危险之中 即将就要溺水而死 幸运的是飞船很快修复了重力系统 包裹着罗拉的大水球掉了下来 随后罗拉和吉姆很快找到了船长 但船长看着两年前的全息图像发生故障 自己也莫名倒了下去 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 经过测试两人得知船长的休眠舱一直有故障 这使他的身体器官衰竭即将结束生命 临终前船长把他的身份手还给了吉姆 希望吉姆能找到故障修理好飞船 于是两人立即来到主机房 不断检测各种技术战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撬开了一扇无法打开的舱门 罗拉立刻被吸了进去 原来这里遭受了陨石的撞击 导致了舱内的压力失衡 吉姆迅速将控制器踢给罗拉 让他用控制器封住洞口 紧接着用凝胶器封上洞口 两人才得以逃脱 但吉姆后来看到陨石穿过许多舱石 所以他们一路跟踪 终于发现反应堆的控制计算机也被陨石破坏了 然后就在吉姆把备用部件换上计算器后 他们发现反应堆不能正常排气 所以他们必须去船外打开排气门 否则整艘船就会被摧毁 因此为了防止灾难发生 吉姆穿上宇航服来到飞船外 但他发现排气门必须卡住开关才能一直打开 罗拉知道这意味着吉姆将被火焰吞噬 他根本不忍心开始 但反应堆即将爆炸 飞船也即将被摧毁 所以罗拉不得不忍痛拉下排气门 一瞬间火焰冲向吉姆 将他喷出飞船 之后反应堆成功重启 失去安全绳的吉姆漂浮得越来越远 他的宇航服也因损坏而逐渐施加压力 于是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向罗拉道歉 告诉他对他的爱 但是罗拉不愿意放弃 他立刻穿上宇航服冲了出去 成功地抓住了失去意识的吉姆 然后他用医疗舱救了吉姆的命 他们又再一次相拥一起 但吉姆后来告诉罗拉 经过检查医疗舱可以让他再次入睡 这样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了 然而罗拉选择留下来接受吉姆的求婚 88年后飞船即将抵达家园2号 被唤醒的船员们也看到了 一个充满绿色植物和鸟语花香的飞船大厅 尽管吉姆和罗拉未能到达这次旅行的尽头 但相爱的两人却在这次星际旅行中 度过了美好而又坎坷的一生 这部电影以科幻外衣展现了带有争议性的爱情故事 男主被困在无人回应的飞船当中 孤独与死寂充斥着他的全部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三种选择 一是提前自杀结束无望的人生 二是当个空巢老人孤独活下去 三是顶着道德压力叫醒眼前这个女神 迫使她与自己面对漫长的太空旅行 这引发了伦理学上的道德困境 我们可以探讨她的行为是否可以被道德接受 或者是否违反了她的自由意志 从选项中可以看出 前两个是违背人的生存本能的 虽然叫醒女神的这个行为是自私的 她不仅不自就 还将他人卷入了漩涡之中 然而这场道德实验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 认为这是出于某种本能的行为 源于对生命的渴望和互助的基本道德感 但不管怎么说 吉姆的行为终究是自私的 而电影在后半段通过机械降神 强行让吉姆充当英雄 让罗拉感到离了她我一个人该怎么活呀 这样的方式来让吉姆洗白 剧情上让罗拉心甘情愿地与吉姆厮守终生 可源头上 终究是吉姆的行为造成了罗拉的困境 电影只是选择用危机来合理化了一切 总之电影《太空旅客》中的道德困境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伦理学案例 这个情节引发了观众对于道德困境的思考 判断极端环境下决策的复杂性 以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